政府打房政策奏效 今年双北市的房市交易量 创下了23年来的新低 再加上财政部规划 房地合一税将会在明年修法 这让市场买气持续观望 业者也紧绷神经 推出了耐震7级的推案来抢市场 地表在这边 地表在动 建筑不动 拿起房政店的小模型和媒体细细解说 他是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的长子 中华工程特著沈辉庭 出席记者会简报洛洛大方 展现专业实力 我简单来说成本基本上是在 一般的建筑的至少两倍 下周央行礼监事会议 外传将维持不珍惜的地理格局 业者赶紧试水温 打造拥有独特旋转外观 以及灵梁柱的设计建筑 更首度公开采用于美国NASA 同等级的防震工程 使用单纯的隔阵链 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一个摩擦蛋白的一个技术 然后只是我们选用的是 比较好的材料 跟比较有商业的厂家 这个EPS 那用这样的一个产品 去把地震隔阵 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抵消跟隔绝 能承受气急强震成为一大卖点 迎进夜11月财报陆续出炉 其中以新复发表现最亮眼 在建筑案陆续入账挹注下 营收达到15.29亿元 年成长212% 累计前11月营收322.94亿元 第四季进入高峰 前三季每股已经赚进9.92元 预估全年EPS 渴望达到12元 缴出好成绩 戴军影城届位台北报道